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如果我们下个礼拜 不是下个礼拜 我们的海外家人即将就是会陆续的有姻缘 然后回到我们这里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今天要为我们上线的家人 稍微让大家去知道 就是我们的菩萨道驴 也就是国成修廷他们早上早早就已经来到这 我们先用掌声来感恩他们中文英文 那大家看到简报画面上他们曾经来过高雄 可是上一次的来过高雄的部分 是有关于我们超进班的一个部分 超进班的一个部分 那我自己也觉得我的姻缘是很奇特 我当老师的时候教书30年 我几乎就是每年从我教书开始 都一直在做教学观摩 到最后就是每年来看我 我就心里在想说 我退休以后就大概不用教学观摩这件事 就是没想到就是姻缘很好 接上线上读书会 然后年超进没有直播 可是呢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海内外 一两年的时间海内外的家人那段时间 常常就是来的 那我相信国成跟秀婷应该今天 在现场里面你感觉很不一样的一点 那个感觉不一样是什么 是他在超进里面 我讲话的速度应该是缓和的 柔软的 他应该没有想到我今天噼里啪啦 这样 所以呢 其实人是可以多样性 他们也急之急起 马上就是把这样的就是带回去了 所以他是我们编号132 在二爱荷州德顿的 无量义超进班的一个启动 所以非常感恩 我们留下这个精彩的相片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Merry Christmas即将到来 所以呢即将到来的时候呢 在德顿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他们其实二爱荷州也有很多 你看这里辟父中心 多妇孺也但送爱 因温馨 所以其实无论在哪里 那在哪里 其实他们都是把那个爱送出来 这个辟父中心收容的多数是受家暴的妇女和孩子 此次之功以正言上人的普天三无 来鼓励大家放下怨恨 同样是过节的热闹氛围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其实人在哪里爱在哪里 那当然在有时候就是灾难 灾难画面上真的看来真的是不舍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 现在就是四大不条 所以灾难其实是不断的 那我们的师兄其实 在这个时候身为负责人 当然都一定要在第一线 很近我的家 我很害怕 然后翌日早上 我意识到 根据上师兄的教授 我们需要帮助那些 遭遇或影响危险的状态 你还有一点多了 谢谢 就是这样 其实无常先到还是明天先到 实时大家都不知道 唯有我们能把握 那么看这一个完整的10秒的报答 有大量路数和电线杆被连根拔起 大范围房屋遭受破坏 德顿慈激志工做不寝之师 19人在6月2号协助居民整理环境 徒手搬运 只能先把障碍物聚集在一起 再由重型机具轻运 6月3号慈激志工再度关怀灾区 巧遇回家拿东西的73岁屋主 许多被移为平地的家 重建恐怕需要一年 慈激德顿联络点已经联系 红十字会与灾区市府人员 进一步协调如何帮助 大爱新闻之神美之工林国成 许秀廷美国报导 好你们发现是林国成 跟什么许秀廷 然后报导 也就是他们其实在那边成为 德顿的一个负责人 夫妻党的一个同时 也同时时间上 他们其实又是成为怎么样 曾善美 这个不认为曾善美 要去做这样的报导 所以海外家人他们常一个人 然后要做非常多的事 而且负责人 然后这边是要什么 在旁边的他就要全力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就是因为他们回到了台湾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说 你可以从视讯call out然后来到主场 他们马上说好 然后时间到底有没有增加 有增加五分钟 从十分钟增加五分钟 然后就大家一趟路 昨天就来住旅馆 然后今天来到这里 有没有很感动 所以海外家人亲临主场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不过秀珍师姐她上个礼拜来说 所有的家人 你们这一辈子 一定要有一机会来到主场 希望你们今天来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跟你们上一次超精的那个感觉 是很不一样对不对 都一样很温馨 都一样 都一样很温馨很温暖 所以都非常的 我们很不好 给一个没有声音的麦克风 赶快处理好不好 是 好来 你们有开 感觉其实都是一样的 在美云老师的带动之下 让大家都能够法入心 然后在很欢愉的情况之下 法入心 入心入心 所以真的分享很棒 有机会常常要来读书会 感恩 哇你也太会讲了 好 所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们 热力掌声再一次 谢谢 好感恩感恩 好 亚美思姐的牵引之下 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做分享 那当初在答应的时候 其实还不知道说会不会来到主场 因为有想说要回台湾 结果是姻缘就是那么具足 我们就来到主场 已经回台湾了 能不能来主场 实在是说不过去 那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是 实际道上信愿行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林国成 上人赤格罗法号是季权 我叫许秀婷 我的法号是慈祥 那其实有祭权慈祥 权 祥 要怎么去解释呢 我们就要详细的诠释慈祭 好 那现在就说 今天要分享的是信愿行 那我们所相信的是佛法 我们相信的是上人 我们相信的是因缘果报 佛法难闻经影闻 所以你不相信佛法太可惜了 明师难求金以求 你不相信上人更可惜 然后因为我们已经得了人生了 那是因为有因缘果报 那你不珍惜这个人生的话 其实那更加可惜 那其实在做慈祭 我是觉得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 就是说 为什么做慈祭 那我要感恩前世的我 有那个慧根 跟上人结了一个累世缘 那今世的我 就很容易在接触 一听到慈祭 就进入慈祭 那今天今世的我 如果不经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去修行 去把这个跟上人的缘 结得更生的话 那下一辈子就找不到上人了 这个缘就断了 所以要相信因缘果报 感恩前世 寄望下一次 那其实另外一个 可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 无量一金的德恨品 有一个经文 就是 能舍一切 诸难舍 财宝 妻子 与国臣 与法内外 无所令 头目 水老 西斯人 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发愿的时候 我家思杰说 他把我舍掉 舍国臣 后来我跟他讲说 你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我要舍妻子 所以 我们互相施舍 互相成就 其实这是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因缘 然后在2007年 我们在芝加哥那边 参加露金帐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发愿说 我们要卢宿 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就全家卢宿了 所以 真的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因缘 所以这是我们所深信的 既然信了 我们就要发愿 我们所发的是什么愿呢 就是 身身世世 跟随上人 行菩萨道 因为前世跟着上人 才有今世的我 那这一次我还要跟随上人 然后也要发愿 身身世世 都要跟着上人走 走菩萨道 那我们怎么走呢 我们是身在海外的上人的弟子 所以我们要做上人的 言耳口手足 上人听不到的 走不到的 我们要帮忙听 我们要帮忙做 帮忙走 我们照在那边 闻身旧苦 然后最后就是说 还是自我期许啦 我们用自己的身形 来详细诠释迟 那缘起的话 其实在二亥二洲 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哪里 可能知道芝加哥 它是在那个角落 然后德顿市的话 大概在中间那个地方 它是全美 二亥二洲第六大城市 其实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 可是再一次的印证说 因缘不可思议 在那边在1996年的时候 就已经在二亥二洲 有第一颗种子在那边已经 撒下了种子了 可是后来因缘不是很具足 并没有去生根茁壮 一直到2005年的时候 那时候芝加哥分会执行长 蔡雅伟师姐 还有邻近的歌人部 联络处的师兄姐 在他们接力式的法庆官网之下 把这个种子 浇水以爱来浇灑 所以让它生根茁壮 那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也是把握因缘 再一次的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把握因缘呢 就是我们跟上人结了一个好缘 所以在中西部 所有法庆家人的陪伴关怀之下 我们就生根茁壮了 然后开始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去做一些社区的活动 其实这个活动收获最大的 往往是我们自己本人 你可以看到我们那时候 带着我们的小孩子 一起去做老人院访试 去参加活动 然后在跟社区大德说 接引他们做慈祭的时候 他们常说 我等我做退休的时候再说 其实我觉得好可惜喔 要的话就当下做 而且还可以跟着自己的家人一起做 这张照片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2007年我们去做街头募款 2015年我们也做街头募款 小孩子长大了 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做慈祭 我想上人有说嘛 就是行善行孝不能等 那今天的那个 最末祝福的那个主题 慈悲行善福满门 智慧处世的传家 你看做慈祭多好啊 你走进来 你就可以修福修慧 然后无形中以我们的身心 去影响我们自己的小孩子 那接下来这张是我们小孩子 跟我们在今年去肯塔基州发放 还有在威斯康辛州发放 其实他们也都是一举加入了 所以无形的身教 最大收获的其实就是自己 你如果没做就没差 那既然有这个姻缘在德顿那边 实际在法庆的关怀之下 只能够成长了 所以我们就把握姻缘 也要创造姻缘 所以我们在那边开始做老人院访访 地球日环保扫公园 还有去刚才报道说的 那个基督教女青年会家暴中心 去做关怀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要找出上人在德顿的地址 并在社区广结慈善园 那创造姻缘其实很不可思议 我们那时候很希望有个家 后来一位师姐 她把她的一个办公室捐出来 让我们做会所 经过三个月的整修 然后也很姻缘俱足的 在2012年的时候 已故的美国总会执行长 环汉奎跟芝加哥分会执行长 蔡洋美师姐 亲自立临帮我们剪彩 有时候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姻缘 第六大的城市 在欧海尔 在美国那么大的城市里面 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城市 可是在那边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就跟上人有缘了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了 那后来 黄思贤师兄也特地到那边去蒂林 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姻缘 有了会所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办育活节活动 新春祝福 还有无量超金班 这是我们在这边取经之后 学习之后 在那边去推动的 然后也有去做办医疗思询讲座 讲学金发放 还有社区疾难救助 在美国那边 其实中西部幅员广大 往往有天災 比如像风災 龙卷风 我们要去救災的时候 就需要大家 给大家的力量一起去做 那我们持继 德顿能够做的 就是如果有需要 我们就去做 就是做到所说的 菩萨所缘 缘苦众生 一方有难 十方持缘 所以从2007年到今年 我们总共到过六个州 美国六个州 参加过二十多场的发放 这就是我们当上人的脚 上人的眼 手 身体力行的 那很不幸的 在2019年 就在我们离我家 大概三公里的地方 发生了龙卷风 发生了之后 我们马上去做勘灾 去做社区清理工作 也去做收容中心 去发放热食 后来在芝加哥分会的号召之下 我们有超过90位的志工 去帮忙发放 所以可以看 这法亲家人 凝聚起来的力量 其实是很可观的 无量一生说 一生无量 无量一生 只要有实际的地方 大家凝聚起来 其实力量是很大的 那因为我们在那边 做发放的身影 感动了红石智慧 也感动了当地政府 所以他们也发生了 对慈祭的感谢状 那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也开始去发放防疫物资 给当地的医护警销和机构 做防疫工作 最后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从前往芝加分会关怀的 常驻师傅手中 接下了一把纵串 那时候期许的就是 我们要把上人的法 上人的那个缘 能够把它牵引到公西部 牵引到德顿地方 所以我们就是 请阴空播一下那个影片 美国俄亥德州 德顿联络点 全体第一代 禁师弟子 会用心延续 禁师法水 承担实际家业 让法脉中门 永驻德顿 尽请上人 莫忧虑 公主上人 无量受福 新年快乐 非常感恩 有这个机会 这个地方跟各位做分享感恩 好 非常的感恩 再次热点掌声 我们活动主也一并出来 好不好 我们抢时间 所以我们北京的姚石军说 看到海外家人清零组长 大陆家人 下一次希望有缘能清零组长 我们大陆的忠实书友宜 以及我们大陆的团队 欢迎你们回到台湾的时候 若礼拜三就清零组长一下 我们的时间 文青也在2月1号 云端同学会也会到我们的组长来 所以这边云南大理的杨颖 就说有愿有力很羡慕很期待 我们海外家人一定会相聚高雄的主场 我们相聚在一起 那家家有本大藏经 慈激道理同修行 爱在哪里家在哪 慈激人就是不勤之私入人群 所以是我们加拿大管心灵 所以非常的感恩 相信在听完这样的一个分享 你就知道 海外的家人真的很不容易 人也许不是很多 但是成情一定够 所以他们会持续建议 还有一点 行善行相不能等的同事 不是等退休 他们应该是很年轻就投入 而且他们的孩子就带着 所以孩子都也非常的优秀 在我们的慈激这里面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今天国臣跟秀婷 力领我们的主场 让我们遇见 我们中西部德顿 联络点的力量 非常感恩 好感恩 那现在接下来就直接活动主了 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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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 听我说 2月1号云端